妇婆先休克 在讨论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讲到说 小孩只要好好念书就好了 担心这个钱干什么呢 反正有零用钱可以花就好了 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孩子 像我遇过也有朋友 他可能就是家里 有一些状况 然后孩子他就会有 偷钱的习惯 所以我们也会去讨论到 孩子的用钱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 就是来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 朱丽安 那他呢有一本著作 就是学校没交代 孩子一定要学的酒堂理财课 我觉得呢这个就很棒 可以跟孩子从小就来谈 这个理财的观念 可是好像很多家长都 都不这么觉得说孩子那么小 就要跟他们谈钱 好我们现在呢就先请朱丽安 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嗨大家好子玲早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上 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 学校没交的孩子 一定要学了酒堂理财课 那我想说请朱丽安 也跟大家来谈谈 就是你为什么要出这一本书 你觉得孩子跟他谈钱 谈理财OK吗 我觉得很OK 因为坦白说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同意啊 就是钱是我们一辈子 每个人大概都脱离不了关系的 那既然早晚都要认识 何不从小开始 对那尤其是刚刚您提到说这个孩子对 是不是要这么早就可以来认识 那很多爸妈觉得说 哎就是小朋友就把书念好就好 像我自己的成长经验 以前我们的这种我小时候的老师 大家就觉得说就是把书念好 然后考试考好 然后你就会有好学校 好成绩 好学校然后就会好工作 你就不用担心钱这样子 对就收入就会很好 然后可能人生就一帆风顺 是这样子吗 对好像也不是这样子 对啊 但是好像可是很难 很多很多变化 那就是说到底就是还是担心钱嘛 就是生活啊收入啊这些 对那其实如果说有一个方法 我们都知道说 在这个投资理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复利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 我有两个小孩啊 我们老大今年是这个六年级 要升国一了 那我大概在四年半前 2019年了 开始就是因为自己的小孩 觉得好像应该要跟他们来 开始可以聊一聊理财 这件事情 那时候他多大 那时候大概八岁 老大是八岁 就国小的时候 对那我就跟他们约定说 爸爸把他们的压岁钱 我们来做一些理财的规划 然后我们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来养这个金基母 我们用的是一个预言故事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命名叫做 金基计划 就是一个小金蛋的鸡 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们实际上呢 是用这个定期定额投资 这个所谓指数型 大盘ETF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像什么台湾50啊 或美国标的标的 然后来养金基母 那主演的就是这个时间 富力的威力 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小小的slogan 就是在我们书里面就有提到 就是平均每天大概是66块 对 对那66块其实没有很多 就是可能一杯饮料啊 或者是小朋友去 转一个那个玩具扭蛋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你能把这样的一个小金额 然后持之以恒的累积起来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定期定额去投资 那根据以往的这个历史上真实的经验 就是我们用10%这样的一个股市的报酬率 来复利试算的话 其实如果从小开始一直累积到 这个小朋友长大了 然后我们说传统是65岁退休 梓霖要不要猜猜看 这一只金基母会长到多大 我是猜不出来啦 不过你这边说可以预备亿万的退休金是真的吗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书里面有一个这个公式 有一个试算表 也有提供线上版的这个内容 可以让读者们来试算 那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说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例子 就是如果从年岁到65岁 然后呢平均每天66块 就是一个月大概2000块 其实我们很多 其实不多钱 对对对 其实很多这个老师啊家长 也都跟着我们参加这个经济计划 那一年大概就是2万多块 那定级定额投资 因为时间复利的威力 其实有机会成长到一亿两千九百万 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有这么好 对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是数学公式 是不会骗人的 当然这个是历史绩效 我们还是要说历史不代表未来 但是如果参考历史的经验 确实是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绩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都可以帮自己预备好一个算是退休规划 那钱的问题可能就不是你要烦恼的 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烦恼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回过头来说 那孩子到底要学习的是什么 所以对啊 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在传统的 一定要考试考好 像我自己也不是很会考试的人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别的选择 或有别的机会 现在可能大家很重视一些多元的发展 好那我很好奇朱莉安那你的孩子 所以小的那个有参加吗 大的这个应该有参加一个经济机会 两个就同时一起参加 两个差三岁 对我们是姐弟两 那我们就一起跟他约定说 因为我爸爸就把你的压岁钱拿来投资 然后呢 每个月我们就会跟他讨论 对每个月我们刚好发 我们家另外有一个这个零用钱的制度 那刚好借发零用钱的时候 也就会跟他们讨论一下说 我们这次金鸡母现在目前的状况 那其实也是借这个机会去讨论一下 国际情势的一些变化 例如说像我们就在 因为我们2019年开始 那刚好如果大家有关注这个金融市场的话 疫情 对疫情2020年这个最严重的 然后呢 国外摔得很惨 台湾涨的很多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都是先摔 就是3月份发疫情的时候 然后这个国际啊台湾的股市 大概都跌了30-40% 然后后来就哇一路很多 央行政府开始很多振兴经济的方案 然后股市就创新高了 对对 然后到两年前 2022年的又因为这个战争 对对对对 然后俄罗斯 然后又遇到什么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又有一次这个所谓股市的空头下跌 所以但是过程中其实 就是带着孩子就经历过的这两次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 常常也遇到一些家长分享啊 就说哎老师我也有在带我的孩子 就是做这个什么存股啊或存ETF啊 可是他问家长的想法就是说 我就默默的帮孩子存 然后就存一点 家长自己存就对了 孩子都不知道没有参与 对对对对 有点偷偷的 然后就是说长大之后 爸爸就给你一个礼物这样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是也很好的一个想法 我想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在分享这个经济计划的时候 其实重点在于陪伴 教育啦 教育跟陪伴 教育的过程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孩子从来没有面对过空头市场 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逆境突发状况 甚至像疫情这种事 大概以前从来没遇过的 那我突然天上掉下一桶金 我到底怎么去规划 他会不会乱投或者是乱花 就不知道怎么用掉了这样子 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说 你跟孩子提 因为他们其实才国小或幼稚园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然后像你说 哇经过疫情又跌又涨 然后战争又跌 他们参与的那个过程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他们反应一开始其实是蛮抗拒的 就是像我大女儿一开始说 爸爸你为什么要去帮我买股票 虽然我们是投资这个指数基金 对他们来讲懵懵懂懂的 当然不懂 我也是前几年才懂 ETF广告都听到 但你也不懂那是什么 自己有兴趣去研究才知道 原来它是什么这样 对对对没错 所以在他们以前就觉得 好像是买股票 然后就是买股票会亏钱 然后就是收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我就跟他们说 像ETF就是里面包含像台湾50大 或者美国500大 那这些有些就是孩子生活中 例如像美国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像我们刚才在录音前聊到AI 然后这个微软 对不对 然后Google 孩子每天要搜寻 像现在他们可能玩什么iPad iPhone 或者现在街上都会看到电动车 Tesla 那这些刚好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大企业 所以我给他们的观念就是说 这只是金基姆 我们就是一次买进 就是说台湾最厉害的50家 或者是这个世界最厉害的500家公司 然后当他们的股东 然后他们来帮我们赚钱这样子 对那但是一开始当然也很抗拒 就是还不了解的时候 孩子会觉得说哇 为什么亏钱了 然后甚至我刚才听到19年 然后我们就 他的押税钱不见了 你用钱也不见了 金基姆怎么马上就缩水了 很激动这样子 那我就带着他们一起看 说从一些历史的资料 然后在这个线上图表 每个月刚好也是有 刚好给自己创造一个亲子的时间 一起来研究 就告诉他们 其实未来还有机会再上来 所以其实我刚才强调 这就是一个陪伴教育的过程 那过了这两次的空头席 他们现在就其实蛮淡定的 就是说好 如果再跌的时候我就可以多买 赶快捡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遇到很多朋友 不要说小朋友 大朋友也是 就是家长就像前年 我们说这个下跌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说 我现在股市很不稳定 我先暂停 我不要先观望一下 不要存了 就没想到这一旦停 股市就涨了 然后他也追不回来 对就中断 涨很快 那一阵子 对啊对啊 你就不敢再放下去 因为太贵了 可是这时候通常大家又很看好 然后就一堆钱投下去 对对对 但是这个时候 你在之前卖掉的 有些人他可能就不敢追了 然后就 就会就是因为这样中断的 其实也很多 所以强调就是这个是过程 怎么样带孩子去面对一个 困境跟逆境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我很欣赏朱莉安 你那种对孩子啊 透过金钱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过程 因为像你刚刚就提到说嘛 因为你从股市 看金基姆的胖或少 有没有长大 孩子就可以去看到说 现在的那个 不只是台湾有疫情嘛 你还包括国际的 然后这些国际的大公司 其实呢 他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我跟他们其实是联动 而不是说 我反正买不起特斯拉 我也不需要开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就会很不一样的那种世界观跟眼光 然后我想问一下朱莉安就是说 可是我周边有很多父母在聊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金钱观 理财观的时候 他们常讲就我刚刚讲说 就会担心小孩功课不好 那以后学校不好 工作不好 收入不好 那其实他们背后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呢 真的担心的是他考试考不好吗 我觉得就像刚刚一开始提到 就是担心生活品质吧 就是经济的 对啊 还是担心钱嘛 就是这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受到的教育 老师也都是这样教的 那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一段发现 好像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并不是考的好 或者是学校好 我也是在新竹 之前在学生的时候也是在交通大学 所以也算是还可以的学校 对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学校学这些东西 跟我的工作跟我后来人生好像也没有那么直接的 说很大的帮助啊 或者是影响这样子 所以你那时候是学什么课 什么系啊 我那时候在研究所都是念资讯管理 所以其实跟现在这个网路啊 这些热门的科技还是有一点点关联啊 虽然我现在不是在走这个专业 对不过当时也算是蛮热门的 是是 对啊 但是那时候回过头来说 其实像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讲成家立业嘛 就会开始想说未来长大以后 如果要买房子啊 要规划结婚啊 但是买房子就觉得好贵 虽然现在回头看 为什么房价已经很便宜 对对对 对还是很贵哦 只是没想到现在更贵这样子 所以一直觉得说 其实投资理财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 当然如果你可以有能力 有条件的这个学生他的资质好 适合念书的 你当然就是把这个书念好 那同时也可以学习理财 我想这两者不冲突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呃成绩不见得是很优秀的 因为毕竟每个班上第一名前三名总是这 就是那几个人嘛 那现在我觉得 呃机会也很多啦 就是人家说行行出状元 我自己是蛮论的 所以我也不会 尤其我常常在举例说 哎其实坦白说 一个班像我班上一个同学 一个班可能二三十个同学 二十几个同学 那也不会每个人 或者包括我自己的孩子 也不会每个人长大都可以进什么台积电啊 进Google啊 进这种世界大企业 那怎么办 但是你还是可以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透过这种 投资的方式 成为他们的小股东 让公司帮你赚钱 嗯 那你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相信你只要找到自己的热忱 然后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好 哪怕我常常讲一个比较 有点极端的例子 就是哪怕你今天领的是最低薪资 基本工资的最低 就是基本的薪水 那你只要能够学习做好理财规划 像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家这个孩子有一个零用钱 那我们有一个 这个叫做零用钱的规划制度 就是我会给他们三个这个叫什么 存钱筒 或者有人用信封袋啊什么 那这有几个 有三个账户的分类 一个叫做投资 一个叫做消费 一个叫肩款 那我们家是领到这个零用钱的时候 他就要先分配一半在这个投资的账户里面 大概有40%是留在消费 就是他可以买他想要的东西啊玩具啊这些 那10%是这个做算是公益回馈这样子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啊 就学习一个理财的知识 那搭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金鸡计划啊 就是你帮自己养一只金鸡母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呃就是不是就像以前 只有这种唯有考试 然后读书最好 其实还是有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 那甚至于这种复利 你其实也有可能帮自己养一只金鸡母 对分享的理念 是那就是说家长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孩子那么小幼稚园国小 他听得懂这些吗 然后呢会不会这样子教了之后 以后孩子变得很市快了这样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呃有时候孩子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孩子都现在的学习力都很聪明 然后可能因为环境 其实他们都还蛮成熟的 那呃以刚刚来讲 例如说当然这个孩子听不听得懂 可能跟他的生活经验有也有关 那大概几个年龄来讲 例如说在学龄前这种幼儿园阶段 可能着重了就是树感 所谓的数字感 你怎么去建立啊 算数了啊 然后例如说 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就跟他聊一聊 例如说你现在去采买啊 例如说买水果买菜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价格 让他先有一个这个建立数字 对行情物价的概念 那大概到了像我自己接触的学生 我们大部分是国小高年级到中学为主 那所以在这个国小中低年级的时候 其实比较懵懵懂懂 那我们像我们就主要是透过桌游游戏的方式 带他们去认识 其实有点像传统的大富翁 但是比较进阶的版本这样子 那在大一点孩子到了像刚刚讲的高年级 或者是中学生的时候 其实他的生活经验慢慢多了 那我们就试着可以用一些语言上的转化 例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复利的概念 那小朋友可能都听不懂 因为这个是高中的数学嘛 那在高中之前 我们就以刚刚像那个荆棘母的故事 原本的这个版本里面是有一个农夫 然后他最后得到一只荆棘母 但是他杀鸡取卵 就没有了 那我们就问同学说 那你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农夫 你会怎么做 那其实同学都很聪明啊 很多同学说那我就去敷金蛋 把这个蛋再想看能不能再敷出第二只 第三只荆棘母 然后就可以每天有两颗三颗更多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复利的概念 就是寄生蛋 然后前滚前利滚利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也是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子啊 就是说怎么去跟孩子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去转化这些 比较成熟的这些财经词汇 那他们可以理解 那像我们在课堂上 就是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个 经济计划的概念 从小养荆棘母 同学们听完之后 其实都兴致勃勃 因为毕竟这是攸关他们的未来 我可以帮我自己回答 那他其实都很想赶快开始帮自己养 其实最常遇到的挑战 就是比如说老师我没有零用钱 或者说老师我的押税钱都被妈妈管理 帮我保管 我记得有个学生分享一个小故事很有趣 他说我妈妈说那个过年的时候压税钱一定要放在那个枕头下面 然后他就乖乖的 然后老师我每次第二天起来之后 那个红包 钱就不见了 钱都不见了 妈妈都帮他保管了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这本书特别强调叫 亲子理财 我们都希望爸爸妈妈一起来教学乡长 因为毕竟这个金钱的管理权还是在爸爸妈妈身上为主 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其实还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最多 所以这本书其实很多人会误会 说这个是不是就买来 然后丢给孩子去看 其实这本书我们其实蛮希望就是能够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看 那像每一个章节我们都有设计一些 就是像小任务或者是小讨论的问题 所以就算你没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课 你应该可以透过这本书去认识 我们在课堂上是怎么跟孩子来讨论跟操作 所以希望可以让更多爸爸妈妈 其实可以试着来跟孩子一起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好那我想就是最后我要问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有提到说时间很重要 那我们怎么样善用时间创造财富 除了刚刚提到的复利之外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是小孩了 我现在才看到你这本书 我可以现在开始吗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可以 当然可以 其实每个年龄层都可以 那这个基本上因为这个逻辑概念是一样的 那我刚才提到在我们书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试算表 跟线上的版本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如果有机会去阅读去下载 那也都可以 根据自己实际的状况 来去做一个数字上的调整 我想应该都可以帮自己找到 甚至于包括我们在这本书九堂课 最后一堂课谈的就是退休之后 如果你真的养成一只亿万金基母 那退休之后 谁是不是就杀鸡取软 不是哦 你不是就把它全部卖掉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退休后的 因为现代人的寿命都延长了 对对对退休后余命 对也更长了 那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啊 还是会有这个资产管理的问题 所以虽然这个章节我们就会针对 真的是大人来做这样 甚至是已经是这个哥哥姐姐集的 来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刚刚回到您提到 对不起 时间 时间对 时间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书里面 其实在课堂上也是 我们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刚才讲了 投资的复利 透过这种资产金融工具 那另外一个其实很重要 就是尤其对小朋友来说 在学生时期这个阶段 他没有很多钱可以投资 可是他其实最多的是时间 所以我们都会像 就呼应到您刚刚提的就是 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很擅长念书 这是事实 那怎么办呢 其实现在很多像我在课堂上常常举例 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玩那个 宝可梦卡 我不知道指令有没有看过 就是有一种那种小朋友游戏的那种卡牌 那我也是因为跟着我的孩子才认识到说 哦原来这个卡牌 还有所谓的世界比赛 世界冠军的奖金居然可以高达 这个两万五千美金 所以这是我刚刚讲一个行行出状元的贯 就是说他也许不是很擅长写功课念书 但是他可能例如说音乐很好 体育很好 或者是他有某些特殊的才艺 像我现在学生里面就真的有那个YouTuber 然后他的这个订阅人数已经是七八万人的 然后每个月 假的小朋友哦 国中生 他从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就开始练习拍 然后一直拍到五六年级 那现在我觉得很厉害 真的是已经有七八万的这个粉丝追踪 然后每个月就真的有一些所谓的业配啦代言 所以我反而就分享一些例子说 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赚钱是大人的事情 现在对现在其实很多这些新的科技啊 工具啊小朋友 你不能说小朋友啊 就是同学们未成年的同学们 也有机会开始创造工作收入 甚至有时比大人还多 这是我们在教室现场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刚才讲到时间 就是他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投资时间在累积他们的这些所谓的 应该算是专业 不管是写小说的 然后真的现在就在那个Amazon上面 卖他自己的小说 或者是接一些所谓的音乐的创作案子 自己设计一些音乐 或像刚刚您提到做一些AI啊 影像的设计啊等等 照你这样讲我都觉得现在年轻人真是 还没有学校毕业就可以这样子哦 对啊对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跟这些 我自己也觉得很教学相长 就是很多遇到一些很不一样的小朋友 不一样的孩子 那所以我也常分享这些例子 鼓励大家说 其实爸爸妈不要再用那个 40年前 我们自己小时候那个观念 来谈理财来谈这个教育 其实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有很多元的机会 所以时间就是一个投资你自己的专业 我就鼓励同学说 你想想看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假设你想当YouTuber 那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现在开始练习 拍片剪片啊 这些都是基本的能力 那一方面呢 也可以开始学习理财 帮自己养一只金鸡母 那你就可以这个双管齐下 对不对 帮自己创造两种不同的收入 好 今天呢 很高兴邀请到学校没教 但孩子一定要学的 酒堂理财课的作者 朱迪安老师 在节目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说 对孩子的这个理财 到底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说 因应现在新的一个时代的趋势 跟多元的发展 用不同的这个心态啊 眼光 陪伴孩子在理财 这一条路上呢 大家一起来学习跟长大 好 那养好这个金鸡母很重要 我今天要谢谢朱迪安 上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